杨宗宗是一位环保志愿者 他经常来到天山脚下 收集并分类各种植物 制作植物标本非常复杂 从采集到成型起码要一到两周 目前他采集的江北植物标本 有一到两万份 植物标本包含的信息很丰富 从形态到基因 包括环境变化 天山南北的植物差异 其实是非常大的 各有各的植物类型的这种特色 其实植物的生长是最受环境影响的 气候的变化 每年的雾后 其实都是植物的生长状况 在默默地记录着这些数据的变化 近年来 杨宗宗不断发现新的物种 他希望这些标本能被保存好 多年之后 人们依然可以用它去获得信息 因为植物是人生活一切基本 只有把植物的资源保护好 可持续去发展 我们人类才不会资源枯竭 其实保护植物就是保护自己 保护人类的根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